由於小兵實在想知道 GORELLA的剪刀到底是要剪幾下才會有殘膠 所以特別拍了這一部影片 我們今天就是要來再測試看看 GORELLA的不沾膠剪刀的防滾膠能力到底有多強 那一樣我們從剪這個 一般最常看到的文具剪開始 我們的目標是剪到500下 看看會不會有殘膠 那殘膠跟被黏住是兩件事情 被黏住是一定都會被黏住的 但是殘膠就是看上面到底會不會有膠留在上面 我們現在開始 1 2 3 我現在已經剪了200下了 我現在已經剪了200下了 居然是沒有殘膠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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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繼續往下剪 300下結束 300下結束 3 3 4 4 5 1 2 4 5 四百下 四百下就是你如果一天拿出來撿一次膠帶一年也也不會有殘膠 四百下了 不要再再五百下了 都黏到上面去了 都黏到上面去了 就是這麼容易 清楚 上面膠帶 都有 或是會有這種碎的膠帶就跟一般的剪刀一樣會有碎的膠帶在這上面 就是清楚就是這麼容易 這邊也是 完全 不用用衛生紙試試看好了 剛剛到 一百十幾 衛生紙就可以輕輕的把剛剛的那些黏到上面的膠帶 這個殘膠 膠帶 就這樣子輕掉了 太容易了吧 不可惜 就是 要衛生紙 有 有 這是沒有 還是沒有殘膠 以為有殘膠了 繼續吧 是 總而言之 都會有像這樣子的狀況 都會有像這樣子的狀況 就是黏到了黏到了 但是你可以看到 就這樣子用衛生紙弄過去不殘膠 有一點點殘膠 這是殘膠嗎 好像是有一點點殘膠 我懷想不對 這還是膠帶 我以為是殘膠 還是膠帶 都是膠帶 這種睡膠帶是會附著在上面 不過都不是 都不是殘膠 都不是那種膠帶已經拔下來的殘膠 好就算像這邊有些微的 殘膠 也是一樣 你看 輕輕的用這種不用沾任何東西 衛生紙 乾的衛生紙 這就是 剪了五百次之後的殘膠 絕對不會是像一般的剪刀那種殘膠 是 完全無法清除的 可能要去用什麼特別的 圖記 如果 如果 有人可以把他 剪這種 文具膠帶 然後剪到 有大量的殘膠發生的時候 我還蠻想知道 到底是 要剪多少下 因為目前我們是測試五百下 五百下都沒有 大 大量的殘膠 有一些微的那種 小膠帶附著在上面 然後可以用 衛生紙一擦就擦掉了 以上是我們今天的 測試